不如我們開始分享病案 剛才開心 你們之前說不想在禮會時 分享醫院那麼悶 說要在一個隨便的情況之下 當作聊天就聊天 這樣真的會消失不了 對,不如下次吧 我沒所謂 我看大家 好吧,下次吧 好 今天不分享病案 不過有些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互相提電話 Cece,你今天是否看了一個 有濕疹的小朋友? 是,怎麼了? 他媽媽今天在大肚哭得很厲害 他覺得自己害了那個小朋友 真的哭得很淒涼 他在大肚的時候進補過度 就令那個小朋友有濕疹 小朋友濕疹這麼辛苦 做媽媽已經很心痛 你還把責任怪在他身上 你知不知道媽媽會很自責嗎? 我說實話 的確是他令那個小朋友有濕疹 其實你怪責他,除了傷害他之外 都是於事務補的 那如果我不說 他將來懷疹另一個的時候 又進補過度 那又會害到另一個寶寶 其實Cece也是為病人好 我想顧醫師的意思是 處理這些情況的時候 可以用一些比較溫和的手法 去提點 我覺得我們做醫師的 是可以教訓病人 不過要有分寸,還有將心比心 因為我們說的話是有權威 有時候說出來,收不上 所以除了醫術要好 最重要是醫療和藥修養 我先走了 Cecily,你別這樣 阿景一說了中醫的事 語氣一向都這麼差 她已經第二次了 她把明針對我了 人家的媽媽沒有投訴 我搞哭她又怎樣 她又不是我老實,又不是我上司 說話沒分,那是她 喂 Cecily,你做甚麼 你吧,她說得那麼直接 誰都害怕了你 但我只是說事實而已 她和我病人的媽媽都是說事實而已 她跟你一樣,不就是需要直接 我和你倆是陶寫的 當然有說話說那句 但我們怎麼可以對著病人 說話那麼直接 她是好性,又不肯認錯 不過你相信我吧 她是口硬的,她靜靜地會改 看就這樣看吧 始終她跟你熟一點 靠你看著她 脈象平穩,你除了你的朋友還有甚麼 有點骨痛 可能睡得太多吧 你睡了多少 我剛才知道晚上都在房間 沒出過廳 吃飯都在房間 可能太累了 我記得我初診的時候問過你 問你有否有流產市或生產市 其實這些資料對我開藥很有參考價值 都說沒有了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寶寶 甚至有流產產的話 你一定要坦白 因為在分娩的時候 醫生的做法 甚至處理都會有很大分別 但如果若然你是隱瞞的話 分娩可能會導致難產 急產甚至產後帶出的拼發症 這樣對你的寶寶 甚至你自己也很不負責任 你放心 你在這房間所說的事 全都是病人私隱 我不會跟Vincent說 就算你做過人工流產 也會告訴我 我發誓 從來沒有跟我相胎 從來都沒有 沒有就好了 你好 急務會剛剛結束了 剛剛趕得及 陪她的未來媽媽回家 你… 算你了 怎樣?她可以吧 麥盡平穩,一起安好 記得下星期回來覆診 謝謝 Lukas和Ami真的很幸福 對,你看 他們自從成功之後 每天都很勤力地更新的網絡 他們說要記錄下陀兵的心情 還說等寶寶出世後 要讓他看 你呢 Vincent和他太太怎樣 我直覺孫小姐有事隱瞞著我 你覺得他隱瞞你甚麼 我之前在黑龍江開診 遇過隱瞞流產市 甚至是生產市的女病人 孫小姐同樣給了我這種感覺 你覺得他小產過 他一天不說,我一天都不會知道 如果他真的小產過,我也理解 始終曾經有個生命在你的肚子裡 突然之間消失了 對那個女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不是每個人像Ami那樣 可以放上網給他出口自己 有些人可能覺得太痛苦 一輩子都不想跟他無人說 對,不靠問診 只會靠其他診斷方法 又或許你稍後跟他熟悉 他會跟你說 希望吧 但Minn和Lucas這麼開心 我們需要興奮嗎 食杖瀑布,新鮮出爐的梳芙尼 這次Vincent會不會出現的 如果他出現的話,我趕你走 顧醫師,我有點急事要找你 我在大堂等你 孫小姐,到底有什麼急事? 我作小產,你們的中醫是不是都能幫到? 你作小產? 快點睡覺,我幫你檢查一下 阿堅很小心,吃飯也沒下床 但今天下午開始就有血糞了 少許血糞而已,應該問題不大 以前每次小產,都會突然肚痛、出血 就沒有了 你之前真的小產過? 是多久之前的事,還有多少次? 我以前小產過四次 每次都是八個星期左右就沒有了 對上一次,是兩年半之前 你放鬆一點,沒事的 家瑩,有人來,家瑩 意思?你要幫我和寶寶 我想做媽媽 甚麼事 叫我把車放鬆一點,放鬆一點 沒事 不好意思 為甚麼? 為甚麼之前要打來恭喜我們 不是說成功了嗎 為甚麼突然又會失敗 為甚麼要這樣玩我們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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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as跟Ming的寶寶都沒有了 沒事的,嘉莉 你做得很好了 你能夠做的,都已經做完了 其實你做完了 其實你做完了 我馬上做完了 戈盈!戈盈!